南北朝时期,北方有一个割据政权,历经三代人,六位皇帝,而国座却仅仅只有28年,就是这么一个短命王朝,却被人称为历史上的禽兽王朝,这就是南北朝时的北极政权,三代人,除了蓝陵王高长弓,还属于正常人的范畴,其他的叔叔兄弟们,一个比一个不堪入目。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聊聊这个神经质的王朝,北极开国皇帝神武皇帝高欢,出身怀寿镇兵户之家,他是鲜卑化的汉人,又名贺六魂,高欢又年丧母,父亲又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,所以高欢很小的时候,便跟着他姐姐常山君高楼金和姐夫魏景一起生活,之后在六镇当一个门组,高欢人高马大,长得又帅,有一天,一位富家女子路过,一眼就看上了高欢。 当即就对身边侍女说,这个人就是我的丈夫,于是派身边的婢女过去表达爱意,并拿出私放钱,让高欢拿着他自己的钱来上门提亲。 此女为北魏真定侯楼梯的孙女,这米饭是真卵真香啊。 楼昭君的父母最终拗不过女儿之意,同意了这门亲事,另外给了一大笔嫁妆,包括一匹叫双丰的战马。 高欢有了战马,于是很快就成了一名小队主,果然是只要长得帅,穷也有人爱。 有了第一桶金,高欢便开始四处广交豪杰,再加上自己的奋斗,人生事业那是蒸蒸日上。 北魏末年,河北爆发了起义,高欢跟随杜洛州起义,后来起义被镇压,高欢又投靠耳朱蓉。 有颜值的人,无论走到哪里,都是受人喜欢。 尔朱蓉十分欣赏高欢,很快任命他为亲信都督,后来北魏狐陵太后善权秉政,镇杀了北魏孝明帝袁许。 尔朱蓉以匡扶帝氏为名,竞逼洛阳,盈利长乐王元子游为帝,随后策划并实施了和英之变。 胡太后和右帝元昭被逆死,尔朱蓉完全控制了北魏朝政。 高欢趁机劝尔朱蓉称帝,尔朱蓉在贺拔岳的戒言下,放弃了称帝的想法,并准备杀了高欢以谢天下。 信得众将劝阻,高欢才免于一死,带罪于公。 带到北魏孝庄帝即位后,高欢被封为同帝伯。 之后高欢随尔朱蓉出征解为叶城,重创葛龙的大军,并收编了葛龙余部。 以山东的既定向诸州为自己的据点,略谦第三镇酋长,之后被尔朱蓉生认为靖州刺史。 公元530年,尔朱蓉被孝庄帝袁子幽所杀。 尔朱家族起兵讨伐孝庄帝,孝庄帝战败被杀。 尔朱家族随后立元叶为帝,并封高欢为平阳郡公。 高欢不以为然,领着20万余众回河北。 之后高欢用计,骗得尔朱赵的信任,统领六镇降兵。 后以山西双旱灾多,又向尔朱赵骗了不少钱粮。 高欢的实力进一步壮大。 公元531年,高欢起兵征讨尔朱使,一年正月就占领了叶城。 高欢被封为大丞相,祝国大将军、太师。 公元533年,尔朱赵在袖龙兵败,被逼自已。 高欢势力日益壮大,同时与文太也迅速在关中崛起。 公元534年,孝武帝在胡思春等人的支持下, 准备骑兵讨伐高欢。 结果兵败后迁都长安,想要依靠宇文太的实力对抗高欢。 结果是杨洛另外一只虎口。 同年宇文太就毒杀了孝武帝,立元宝具为帝。 而高欢回洛阳后,马上立年仅11岁的元善建为帝,视为孝敬帝。 自此,北魏一根为二,分裂为东魏和西魏。 两边的皇帝都成了傀儡,而实际掌权的是高欢和宇文太。 高欢换掉皇帝后,又决洛阳离西魏和南梁太近了。 于是千步叶成。高欢从一介小族,赢取了白富眉,密袭了自己的人生道路。 此后高欢和宇文太展开了连续十年的拉锯战。 双方一共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役。 高欢一胜二平两负,宇文太略占上风。 而且这五次大战胜负都在毫厉之间。 两人在一次次对阵惊险中,却次次都能意外侥幸脱逃。 每次穷途末路,却都能绝出逢生。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葩对手。 关于这两人的精彩对决,我们以后再聊。 话说回高欢在东魏的潇洒日子。 靠颜值起家的高欢和楼昭君婚后生了六个儿子两个女儿。 之后楼昭君更是为了支持自己老公的事业。 主动把正式的位置让给了阿娜归科汗之女,如公主。 另外高欢特别喜欢,主动给寡妇家挑水砍柴。 而且违背了五位寡妇皇后的妇女医院。 强迫与上党太妃韩之辉,彭承太妃耳朱英娥, 原夜皇后小耳朱氏。 高杨太妃游氏,魏承杨王妃李娘。 魏仁承王妃冯娘,冯义太妃郑大车,等等。 更是开创了寡妇可在家的先河,把民间的寡妇们都许给士兵。 辱妻子无养之,辱无律也。 高欢起了个坏头。 年仅14岁的大儿子高城,就在一次趁高欢离家之时。 于冯义太妃郑大车,做了点没羞没骚的事。 后被高欢发现,高城被打了一百棍。 而郑大车没有受到责备,第二年又给高欢生了个儿子。 真的是言传身教?你以为高城就此收敛了吗? 后面的故事远比你想象的更加重口味。 高城之后看上了大臣高前的弟弟,高仲蜜的妻子李昌仪。 一次在高仲蜜家里做客,顿气歹心。 后因为李昌仪强烈反抗,此事未遂。 李昌仪衣服都被撕烂了,跑去高仲蜜哪里告证。 高城却若无其事地离开。 这直接点燃了高仲蜜心中的怒火。 高仲蜜一气之下,领着整个河南投靠的西卫。 随后高欢领着二十多万大军南下,跟宇文泰打一场芒山大战。 此战,高欢差点死在鹤拔胜的刀下。 宇文泰也在芒山之战中被打残。 高仲蜜和李昌仪被侯警抓回叶城。 高城特意打扮了一番去见李昌仪,并说。 惊于若和,李昌仪能怎么样,只能选择顺从了。 此外,专门还有大臣帮着高城搜罗民间美女。 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 高城在这方面,甚至连他亲弟弟高杨的媳妇李祖我都不放过。 多次调戏并成功违背意愿。 其弟高杨因为不受父母待见,只能装疯卖傻,忍气吞声。 斯德归斯德,高城在政务能力上却能表现出超凡的气质。 高欢很宠爱这个大儿子。 而且这个大儿子,早年跟着自己在河北流浪。 少年老成,才华横溢。 最关键的是高城跟高欢一样帅,嘴巴甜。 十岁就能前往敌营招降高傲草。 十二岁的时候,高欢就给他找了北内宗室原仲华为妻。 甚至还让他处理政务。 公元536年,16岁的高城自寝入东卫朝廷辅政, 并加营左右经济大兜兜。 这妥妥的就是一个优秀的接班人。 公元538年,高城兼任立不尚书。 公元540年,高城加封大将军。 公元546年,高欢病逝,终年52岁。 高欢死后,26岁的高城不单都为大任。 当时河南大将军侯景,在得知高欢不久于世, 便立即在荆州等河南之地拥兵自部。 而且还联络与文太和梁武帝萧衍,一起谋划起事。 高欢死后五天,侯景背叛东卫投靠西卫。 此时的高城一步发丧。 自己在靖阳驻兵,让弟弟高阳掌控叶城。 待到局势稍微稳定后,才在高欢林前继位。 之后启用慕容少宗,把侯景一顿痛打。 最后打得侯景逃亡南梁,去霍霍梁武帝去了。 东卫也借着侯景之乱从中余力,共得到了23个州。 公元549年,高城以大将军的身份兼相国封齐王。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高城已经准备好篡围当皇帝。 可老天爷就是不答应啊。 同年8月,高城被自己的厨子赐死在叶城东百堂, 中年29岁。高城猝死,朝中一片混乱。 这时候高杨挺身而出,一直装疯卖傻十年的高杨,不名则已,一名惊人。 他在评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临危不乱,镇静从容。 让那些臣僚们无苦大吃一惊。 这个高杨,虽然是高欢嫡出的亲儿子,但却十分的另类。 他并不像他父亲和他兄弟们那样欲数凌风,高大帅气。 他天生又黑又丑,身上还有牛皮血。 更是不招其母楼昭君的喜欢。楼昭君可是个超级颜值控啊,绝对不可能母不嫌子丑。 在古代,颜值是可以当饭吃的。 他爹高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。 如果当年换成高杨去看大门,绝对是永无翻身之日。 但老天爷是乎又特别的公平。 没有给他一副漂亮的躯壳,却给了他一个超乎常人的脑瓜子。 很小时候就知道自己哥哥受宠,将来必定是接班人。 自己又长得丑,受到其他兄弟的嫌弃欺凌。 连他的生母楼昭君对他都心生厌恶。 所以从小开始,高杨就装风卖傻,忍目负重。 连自己媳妇李祖娥被哥哥侵犯时,都可以笑呵呵的面对。 这样的人要么就是真傻,要么就是有超人的智商和野心。 高杨就像唐宣宗李晨那样,装傻充愣,等待时机。 但是,我们发现,如果高杨和高城之间不合的话,高杨怎么可能这么顺利接过他哥的圆套班底。 由此可见北齐的历史被黑得很惨,前后矛盾。 我们无法辨别真伪,姑且把这个疑问放下,继续聊之后的事情。 高城之死,最开心的便是孝敬帝袁善剑。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高兴的太早了,因为他发现一个比高城更厉害,更狠的人出现了。 高杨控制住夜城局势后,便连忙赶回晋阳,重兵部署。 随后带着八千士兵进攻面上。 面对这么大的一根沙威棒,孝敬帝只能继续夹着尾巴做人。 高杨拉拢鲜卑贵族的支持,快稳定了东魏的局势。 随后授风成像齐王。 即使这样完美的交接班,但还是有很多人怀疑他的能力。 要更好地证明自己,那就登基做皇帝吧。 完成他父兄卫元之梦。 但他这个想法很快就遭到其生母楼昭君的一泊冷水。 乳父如龙,凶如虎,有以天位不可望聚,终身北面。 乳毒和人,欲行顺语之士乎。 楼昭君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儿子,认为高杨和父兄相差太远。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,楼昭君这句话太伤自尊了。 但高杨显然没有任命。 相反,他认为正是因为自己没有威望。 所以更加需要用登基称帝来稳定住人心。 公元550年,孝敬帝被迫上位给齐王。 高杨登基称帝,是位文宣皇帝, 吴昊齐,史称北齐。 追尊高换为县武皇帝,妙号太祖,后改为高祖。 追赠高成为文乡皇帝,妙号失踪。 高杨登基消息很快传到西魏宇文太那边。 宇文太便清领大军东晋。 他想看看这位年仅24岁的新皇帝, 是否像他老爹高欢一样骁勇善战。 高杨马上就和六周鲜卑之兵,搞了场大型军事演习秀。 宇文太见状不由感叹万分,高欢并没有死啊。 说吧班师回朝。 第二年,被废为中山王的孝敬帝袁善见。 被高杨毒杀在自己的封地,三个儿子也同时遇害。 要知道这三个儿子可都是高杨的亲外甥。 但政治斗争就是如此,谁叫你生在帝王之家呢? 高杨登基后,北齐的国力达到鼎盛。 西魏宇文太不仅不敢敬拜北齐, 反而是更害怕北齐趁黄和冬天结兵时搞突袭。 于是宇文太每到冬天,便开始大规模的凿兵。 此后东西两国之间平安无事。 于是高杨把目标转到北方那些强悍的游武民族。 公元552年,高杨御驾清征库墨西。 在戴军之战中,北齐军大获全胜,仅牲畜及福获十余万头。 公元553年,高杨再度领兵攻伐契丹。 更是轻于山林,魏氏族先。 在大冬天光着膀子,披散头发,昼夜不停急行军。 一直把契丹打到湖海边。 俘虏氏族十万之众,生住十万余头。 契丹族被打得躲进深山老林,200年后才赶在冒头。 大胜契丹后,高杨卸士气之高掌,顺道收拾了一回突厥。 把突厥逼到宋上祥书顺表,方才罢西。 公元554年,高杨再度领兵北上讨伐山谷。 大破其军,扶两万,或生住十万余。 短短几年时间,北齐成为当时三个割据政权中最为强大的一个。 但是,在公元555年后,也就是在他登基后的第六年。 高杨的高智商突然发生了逆转。 高杨由一名圣军,突然变身为魔鬼。 意志开始松弛,由秦年走向荒淫暴虐,甚至变态的程度。 在大破珊瑚后,他下令将该族所有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斩首。 女子及十三岁以下男子,全部赏赐给军士们。 他突然性情大变,经常披头散发,穿上胡服,披红戴绿。 拿着刀在街上乱走,涂脂抹粉,穿着妇女服装招摇过时。 有时不加安子和缰绳,就骑马巡视。 有时让手下背着他到处游窜,边走边击鼓。 走累了便随意往地下一躺,呼呼大睡。 时而清醒,时而混蛋。 当年他哥高成欺凌了自己的妻子李祖阿。 高杨于是以比之道还师比身。 太后楼昭君看不惯了,出来责备他。 大骂,什么样的父亲生出什么样的儿子。 高杨回道,你再敢骂我,我把你嫁给胡人。 而当清醒后,发现自己住成大错,于是痛边自己。 但那大部分时间神志不清。 高杨有一个非常宠爱的薛平。 突然有一天想起薛平和赵武王高岳有过暧昧关系。 一时怒气,抽出匕首就把薛平给杀了,还揣着他的头颅去喝酒。 之后还把他的臂骨做成一个琵琶。 有次突然跟大臣聊起汉光武帝为何能实现忠心大意。 大臣回答说,因为当年没有将刘姓宗室清除干净。 于是高杨把北魏的皇祖元氏全部铲除。 前后杀害721人,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。 这种变态的,有为人伦道德的事件,史书上记载着太多了。 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 最终在高杨34岁的时候,老天把他收走了。 再为11年时间,前后判若两人。 北齐国座一共就只有27年,高杨就占了快一半时间。 高杨死后,北齐的巅峰也迅速随之下坠。 后面五位皇帝平均在位时间,也都在三年左右。 而且也是一个比一个辣眼睛。 高杨死后,其子高阴继位。 高杨托付他弟弟高阎辅政。 结果第二年,高阎就伙同太皇太后楼昭军发动政变。 背出了高阴的地位。 楼昭军第三个儿子高阎,其位为帝。 楼昭军又变回了皇太后。 第二年,高阎将自己的亲侄子高阴堵死,十年17岁。 高阎除了对自己侄子太过残忍,其他的还算个合格皇帝,政治清明。 然而因为自己违背诺言杀了亲侄子。 后来他的神志也开始变得错乱了。 于是皇宫内每晚都要驱鬼。 在位两年时间,最后因为从马背上摔下,摔成重伤。 临死前传位给自己的弟弟高阎。 给高阎写了封遗书,哀求道。 我死后你要好好对待我的妻子儿女,千万别学我啊。 完事后一命呜呼,终年27岁。 随后楼昭军第五个儿子高阎登位。 高阎的丧事还没办完。 高阎就在高阎的灵鹫前,对一双元氏下手。 之后又看上了自己的皇嫂李祖娥。 强迫与他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李祖娥觉得丢脸,把这个女儿掐死了。 高湛得之后大怒,亲手杀了李祖娥和高阳的儿子高少德。 高湛把高少德打死之后, 亲自挖坑埋到了自己经常游玩的犹豫园里。 这心理素质实在是比高阎强大得多。 在位两年后,皇太后楼昭军去世,享年62岁。 楼昭军死后第二年,高湛马上就对高阎的儿子下手。 然后把尸体扔到了殿前的水池里。 果然出来混,迟早是要还的。 高湛自己在外面风柔快活,结果后院起火。 自己的宠臣和事开,竟然跟皇后不是私通。 高湛最后为了自己能及时享乐。 在位仅仅五年时间,便直接传位给儿子高伟。 放纵横行四年后,高湛因酒色过度,一命呼呼,终年32岁。 北七随即迎来了他最后一位皇帝,也是最变态,最作死的一位。 他七岁被封为太子,十岁登大位。 这位无仇天子年纪虽小,但玩心可不小。 他在宫里养了500个宫女,把每个宫女都封为郡官。 每个宫女都赏赐给一条华丽裙子和敬坛。 宫中几天就举行一场时装大赛,过时后直接扔掉。 他到处大兴土木,广建12座宫殿,高伟还特意修建贫穷的村庄。 自己穿着破衣装半成乞丐,住在里面。 养了一群蝎子倒进浴盆,然后把侍从八光衣服丢进浴盆。 喜欢听人被蝎子咬后的惨叫声。 这些只是他穷奢极欲的一个方面。 最让人不解的是,他上围后竟然直接处死了名将胡绿光。 后又一杯毒酒,赐死了战功赫赫的蓝陵王高长弓。 小莲欲起横尘夜,以暴州失入靖阳。 公元576年,北州雄主与文庸,看清了北齐混乱的局势,决定出兵发起。 两军在平阳之战厮杀,最后平阳失守。 而高伟却陪着爱妃冯小莲在附近打猎。 打猎结束后回到靖阳。 高伟在武将的劝说下截击军队,准备收复平阳。 此时平阳城内北州的士兵,只有一万多人。 平阳城的城墙都被挖出了个缺口。 北齐军雷鼓驻微,正想往里冲的时候。 高伟却连忙喊停,为了派人叫爱妃冯小莲一起观看这一幕。 结果延误了战机,之后平阳城九宫不下。 周五帝宇文庸又领大军杀党。 用11年时间,宇文庸就攻入夜城,灭掉了北齐。 高伟带着皇后出逃,准备投靠陈朝。 结果途中被北州军抓获,押往长安。 十个月后,高伟被处死,北州宇文庸统一了北方。 北齐这个王朝虽然短命,只有区区28年。 但每位皇帝都刷新了道德认知下线。 抛开后世史书的故意抹黑。 几个兄弟间轮番做皇帝,这个是事实。 高伟之前的几位皇帝,主婚于上,沉迷于下。 皇帝虽混蛋,但朝纲不乱。 到了高尾,一下子自掘坟墓,自毁长城。 短短几年时间,变态家作死。 国立是北州的几倍之大,结果被北州轻松攻灭。 北齐不亡,天理都难容。